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起床啊 刚刚起床 烧点水 昨天晚上在卫星群里面 高中的同学群 大吃一惊 昨天一个同学走了 就是肝癌吧 应该是 40多岁啊 有点感慨 有点感慨 40多岁就走了 今天早上起来 集定还是去卫星锻炼身体吧 咬一下布 注意身体 远马医生说起来很长也很短 看看这个同学 我们都叫他瘦瘦老很瘦 在广东私会这边工作 昨天 微信朋友圈里面就炸锅了 说他要走了 后点开水出去跑步 注意身体从今天开始啊 昨天的同学群就 同学群就炸锅了啊 这个同学呢 从中山大学毕业中文系啊 可以说这个材质啊 很爱看书 喜欢 古古代文化 老师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40多岁就走了 所以说 一个人 你再怎么样 也 始终都会 两手空空而去 啊 你不知道哪一天 突然有一天 你就走了 永远 永远也不知道 所以说 有一些人生里面的东西 能够把握的 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你要尽快去体验啊 时间给每一个人都是一分一秒在减少 不是说 大家都是经常在说 等我时候有 等我以后有时间了 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其实等到你 有时间了 你也不怎么样 所以说 过好 过好 现在的 当下的每一天 是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 应该做的 最能够做到的 好了 不说那么多了 啊 拍这个视频 用于纪念我这个铜鞋吧 一年早逝啊